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让我们在COVID-19期间 可以继续在线上敬拜你 不过 求主让我们能够早日回去教会上主意学 现在 求你帮助我们专精赞美敬拜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耶稣常以恩惠围绕信靠他的人 那么 已经尝到主恩的小朋友 你要以喜乐的心大声欢呼赞美他 我一周考验和花 满游戏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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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来想加求恩 去他眉山 他也安慰如的派围绕我们 那有喜乐 那声荒芜 神 sample 那声相惒芜 神体自明 那声欢呼 他有望花 那声欢呼 神体自明 那花音挑舞 敬畏他必要客服 敬畏他义五所全 得圣是个环绕我 世世环绕我 我一种高野豪华 满游戏冷 我一心高野豪华 大声欢呼 一种蓝山上出恩 是他没想 他一样会不走 他会绕我们 还有喜乐 大声欢呼 圣地自民 大声欢呼 还有欢欢 大声欢呼 圣地自民 大声欢呼 敬畏他必要的苦 敬畏他义无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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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神是个环绕我 是是环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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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告诉我们 乐意奉献的人 是上帝所喜爱的 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把金钱当作礼物 献给主耶稣 这也是敬拜主的一种方式 现在请小朋友 预备好你的金钱 当我们唱奉献歌的时候 你就把金钱 放进你的奉献罐 除了奉献金钱 小朋友也可以开开 心心的唱诗歌 把你的赞美 当作礼物献给主 好 让我们一起开口唱 我的双手献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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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长长帮主人 完全归主 我的两脚献给主 我的两脚献给主 就有长长周天路 完全归主 我的双手献给主 我的双手献给主 便要尝尝路 我在双手献给主 我的双手献给主 就要尝尝的祝福 完全会祝有 我的嘴巴先给祝 我的嘴巴先给祝 就要尝尝的天真 完全会祝有 现在,请凯凯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 好,请小朋友合上眼睛 合上双手 专心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给爸爸妈妈有能力赚钱 使我们的生活没有缺乏 现在,我们乐意奉献一点金钱 作为主于谁的需要 求主约纳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小朋友们,好 现在,江老师要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有一个渔村 那里的人都是以捕鱼为生 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支海上救援队 海上救援队 那是什么? 哦,这是村民主动组成的一支队伍 当渔船在海上遇到危险的时候 这些人就会出海去救人 哦 那是一个暴风雨的晚上 大风暴卷走了一艘渔船 那艘渔船立刻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岸边的救援队听到了 立刻展开救人行动 村民呢,都挤到岸边等待 希望看到所有的人都能够平安回来 不久,救援队回来了 上了岸,他们说 还有一个人没救回来 因为救援船已经载满了人 如果超载,所有的人都会有危险 所以,他们只好把他留下来 不过,他们希望有人可以去把他救回来 那时,16岁的汉斯引身而出 但是,汉斯的妈妈拉住他 哭着求他 求求你不要去 你爸爸十年前已经死在海里 你哥哥保罗出海三个星期了 都还没回来 我现在就只剩下的一个人呀 汉斯回答 不,妈妈,我必须去 这是救援队的责任啊 一个小时过去了 汉斯的妈妈却觉得好像过了一年那么长 终于,救援船在圆圆的海上出现了 汉斯站在船头 他兴奋地大声喊道 找到那个人了 告诉我妈妈 那个人就是我的哥哥保罗 这真是大好的消息 汉斯和哥哥都平安回家了 故事中的汉斯除了很勇敢之外 他还忠心地完成救人的工作 今天,我们就要认识一个忠心做事的人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一心一意要把事情做好 尤其是在传福音的工作上 大卫布雷纳德是300年前在美国的一名宣教士 他在1718年出生 上帝只给了他29年的生命 而且在短短的29年 他的生命是充满了艰难和悲伤 布雷纳德遇到了什么事呢 他9岁的时候 爸爸就因为生病死了 4年后 他的妈妈同样因为生病去世 所以布雷纳德13岁的时候 就成了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 他这么小就没有爸爸妈妈 好可怜啊 是啊 不过 他的父母已经带领他认识耶稣了 耶稣会看顾他的 布雷纳德从小就上主日学 父母去世后 他每个星期天照样会去教堂 在家里 他也会读经祷告 当时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 一定可以上天堂 小朋友 你认为对吗 不对 是的 在上一集的视频 小朋友听到马丁路德的故事 他是从圣经中知道 一个人要怎么样上天堂呢 相信耶稣 救必得救 没错 这是上天堂唯一的方法 所以 布雷纳德那时候 的确还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 直到布雷纳德21岁的时候 上帝帮助他看见自己 还是一个骄傲的罪人 同时 也让他知道 耶稣代替他的罪死了 所以 布雷纳德知道 自己的好行为不能救他 只有相信耶稣 接受耶稣做救主 他才能得救 当他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后 耶稣 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 他也决定 以心一意 为主耶稣做事 不久之后 布雷纳德 就到耶鲁大学读书 那是一间基督教学校 他希望在那里读书后 可以成为一名牧师 可以成为一名牧师 所以他非常用功读书 常常常牺牺牲睡眠的时间 结果 他的健康大受影响 四个月后 他就病倒了 而且是很严重哦 哎哟 怎么办呢 他只好回家休息咯 不是一天两天哦 他休息了整整一个月 才恢复健康 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第二年 他又不幸感染到结合病 不断咳嗽 还会凸血呢 由于当时的医疗不发达 没有药物可以医治结合病 所以布雷纳德的健康 一直很不好 这也是他很早就去世的原因吧 耶鲁大学 虽然是一间教会学校 但是有很多老师和学生 都不是真正悔改的基督徒 有一次 布雷纳德和几个朋友 在课室里谈话的时候 他批评一个老师 还不如一张椅子 很不幸的 他所讲的话 被另一个学生听到后 就被传开了 院长知道这件事后 非常不高兴 他要求布雷纳德 公开向那位老师道歉 那个时候 布雷纳德也非常后悔自己所说的话 他愿意道歉 但是拒绝在全校的师生面前道歉 如果小朋友在学校犯了严重的错 就要在全校的老师和同学面前 就要在全校的老师和同学面前接受处罚 这是很丢脸的事哦 当时 布雷纳德也不愿意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对不起 哦哦 结果怎样 结果 他被学校开除了 布雷纳德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羞耻 更糟糕的是 当时如果要当牧师 必须得到大学的批准 耶鲁大学是其中一间 布雷纳德被学校开除 意思就是他没有资格当牧师了 这件事 让他感到非常的悲痛 耶稣没有离弃布雷纳德 他安排米尔斯牧师把他接到家里住 并帮助他不断学习 还让他有机会在教会里讲道 在这期间 上帝也要布雷纳德看见自己太骄傲了 自以为是 他是应该学习 谦卑地与人相处 几个月后 布雷纳德身边的一些牧师 鼓励他去当宣教士 经过祷告后 他确定耶稣要他向印第安人传福音 最后 他就成为一名宣教士 住在印第安人的村落 向他们传讲耶稣丁石家救罪人的福音 印第安人 怎样向他们传福音呢 是不容易的哦 撒金特牧师在印第安人当中传福音 已经有六年的时间 所以 布雷纳德出发前 就先去请教撒金特牧师 了解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 还有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 过后 他就一个人到考纳迈克 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 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自己的屋子 晚上就睡在一堆铺在木板上的稻草 他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探访印第安人 认识他们 由于不懂得印第安人的语言 他有需要的时候 就请一个名叫 叫塔塔米的印第安人帮他翻译 由于 布雷红德无法与印第安人 无法与印第安人讲话沟通 当然也无法与他们做朋友 所以 他是很孤单的 一年的时间 布雷纳德没有带领任何一个印第安人信主 你可以想象 他是多么的伤心 失望 不过 布雷纳德没有放弃 他搬到特拉华河沿岸的印第安人部落那里 布雷纳德照着之前的传福音方法 就是向耶稣祷告 然后 他先向一小群的印第安人传福音 过后再个别和他们谈话 了解他们听了福音之后的感受 当布雷纳德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他都需要塔塔米帮忙翻译 好辛苦啊 是啊 布雷纳德在一次出外时 遇到暴风雨 当时他全身都湿透了 冷得快要死掉了 但是 上帝是有恩典的 他把布雷纳德带到一家人那里 得到热情的招待 给他食物吃 还让他在屋里住了一个晚上 虽然布雷纳德很努力地向印第安人传福音 但是 同样的一年后 还是没有人信主啊 如果是我 我一定回家不做了 是啊 江老师认识一个小朋友 他希望他的奶奶能够相信耶稣 就为奶奶祷告 直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 他的奶奶还是不肯相信耶稣 但是他没有放弃哦 还有 小朋友在向同学传福音的时候 会被他们嘲笑 或者被他们拒绝 但是 不要放弃哦 同样的 布雷纳德用了两年的时间 还没有带领一个印第安人信主 但是 他没有放弃 还是忠心的向印第安人传福音 第三年 布雷纳德搬到新泽西 他继续努力祷告 靠着耶稣给他的力量 向印第安人传福音 这次 他看见耶稣开始改变人的心了 第一个信主的印第安人 就是帮布雷纳德翻译的塔塔米 过去 塔塔米一直不愿意相信耶稣 直到有一次 他生了一场重病 让他开始想到上天堂的问题 上帝也帮助他 明白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最后 他相信了耶稣 也接受了洗礼 塔塔米信主后 他在帮布雷纳德翻译时 变得更有能力和功效 结果 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 那一年 布雷纳德带领了130个印第安人 成为基督徒 耶 太好了 有印第安人信主了 布雷纳德除了忠心传福音 他也忠心地把每一天的工作 和所遇到的事都清楚地记录下来 然后他会把日记寄给支持他的宣教机构 让他们知道他的工作进展 由于布雷纳德的病情日益恶化 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弱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得不离开新泽西去接受医治 当地的印第安人在他离开时 都感到欲依不舍 经过耶稣的诊断 布雷纳德的结合病是无法痊愈了 有一个名叫爱德华兹的牧师知道后 决定把布雷纳德接到家里休养 并照顾他 生病期间 布雷纳德要忍受身体极大的疼痛 小朋友 你生病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打告咯 求耶稣医治我 很好啊 在布雷纳德非常痛苦的时候 他还是忠心的向上帝祷告 布雷纳德觉得不管是生是死 他都希望上帝的名得到荣耀 所以他祷告 上帝啊 我要完全奉献给你 爱你 荣耀你的名 这是唯一让我快乐的事 1747年 布雷纳德被接回天家 永远和爱他的主耶稣在一起 他再也不必忍受任何疼痛了 布雷纳德在世上只活了29年 当了4年的宣教士 带领130个印第安人相信耶稣 有些人认为 他好像没有为耶稣做很多事哦 但是爱德华牧师在布雷纳德去世后 他读了布雷纳德所有的日记 看见他忠心的为印第安人做事 心里非常感动 于是爱德华之牧师就把布雷纳德的一生 写了一本书 书名叫大卫布雷纳德的生平 上帝也借着这本书 感动了很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 江老师有哪些宣教士呢 呃 约翰·卫斯里 他是卫里工会的创办人 他积极地到处宣教 一生中所走的路程大约有40万2000公里 相等于他绕着地球走了十次 威廉·克里 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 他将福音带到印度 并把圣经翻译成40多种印度语文 戈登呢 他成立了戈登学院 就是为了培训宣教士出去传福音 还有爱略特 他是到南美洲厄瓜多尔传福音的宣教士 虽然他和另外四个宣教士 在传福音的时候 被土著杀死了 但是他们的生命却影响了很多土著 带领了很多人来相信耶稣 这些宣教士都是被布雷纳德的生命所影响 而积极地传福音 虽然布雷纳德体弱多病 大学没有毕业 没有活超过30岁 上帝却使用他带领130个印第安人信族 还有激励许许多多宣教士 到世界各地传讲耶稣丁实讲 拯救罪人的好消息 小朋友 你可以为宣教士祷告 因为这些宣教士在传讲耶稣的时候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和困难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 可以求神保护他们 赐他们健康的身体 还有中心的传福音 江老师希望小朋友能够做一个中心的祷告勇士 就是用两个星期的时间 每天为在全世界传福音的宣教士祷告 加油哦 接下来江老师要问五道问题 让小朋友复习所听的故事 请准备 好 请听清楚问题 1.布雷纳德几岁的时候成为孤儿 2.布雷纳德怎么知道上帝要他向印第安人传福音 3.布雷纳德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 4.上帝怎么样使用布雷纳德 激励更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 5.说一说 你从布雷纳德的故事中得到什么鼓励 小朋友可以把答案告诉爸爸妈妈 还是你的主日学老师 你也可以把答案告诉江老师 手机号码是9637-9251 我再重复一次 9637-9251 过去的主日 小朋友都很努力回答问题 江老师给你们一个赞 小朋友 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句 是记载在新约圣经 狄摩泰前书 1章12节 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耶稣要用忠心的人为他做事 布雷纳德是一个忠心的人 所以耶稣要用他哦 林老师希望小朋友学习布雷纳德的榜样 也做一个忠心的孩子 好 请小朋友看着荧幕上的经句 当我说什么 你们才开口跟着我念呢 1 2 3 开始 嗯 对了 大家准备哦 1 2 3 开始 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提摩泰前书 1章12节 很好 小朋友都有一颗心吧 摸摸看 你的心还在不在 你的心还在的话 就请你开口念经句 1 2 3 开始 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提摩泰前书 1章12节 好棒啊 现在请小朋友找一找 你的心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呢 如果是在左边 林老师请你开口大声地念经句 准备好了吗 1 2 3 开始 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提摩泰前书 1章12节 小朋友 耶稣希望你做一个小小传道人 为主的福音努力工作 让我们开口一起唱 小传道人 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 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 江湖银黄传人 叫最人梦就恩 我愿为主 赋云银请工作 主啊请拆迁我 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 江湖银黄传人 叫最人梦就恩 我愿为主 赋云银请工作 主啊请拆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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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做结束祷告 请小朋友合上眼睛 合上双手 专心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 求你保护他们 赐他们健康的身体 来传讲耶稣 带领人信主 求你帮助我们 常常为宣教士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一起来敬拜 就在这里结束 下次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